時尚風暴席捲下 讓原本是生活必需品的衣物 變成日日累積的就醫回收品 是不用的衣物 我們就拿到這邊來 來給那個什麼 要回收的嘛 比較不會浪費啊 善心捐贈是衣物最後殘餘的價值 近幾年台北市出現不少 未經核准的私人就醫回收箱遍布各區 2014年違規脫掉記錄 一年就有19件 2015年成長近兩倍 2016到目前為止 違規件數又逐漸下降 高低起伏的違規總數 間接代表市場上的就醫回收有利可圖 我們各區清潔隊 每個月都會加強去做機查 如果有發現在公有道路上 如果有一些違法設置的就醫回收箱 那我們會請業者立即改善 否則我們就會馬上就把它清除 屬於台北市真正合法的就醫回收箱 不應該只是從字要上判別 包括箱體顏色和准字號 必須設置在公有道路 以及設置回收箱單位的QR Code 四要件才不會讓愛心落入私人口袋 如果說他不聽勸導 立即撤除的話 那我們可以按照廢清法 來處於1200到6000的罰還 台北市目前有上千個合法的就醫回收箱 2016年底大改色 從原本的深綠 改為統一色調的淺灰色 民眾如果想讓就醫發揮價值 還得睜大眼仔細看才行 大家一起我們彭書沛警員集 台北報導